狗仔偷拍李盛杰灌迷汤的运妞宅配弟兄妹续谈。 歌手李盛杰曾和女魔灵右利,淑女公关传过绯闻,也曾被拍到在黑丝瓦正妹返家,去年还和女星乌亚新传有暧昧,对于情势,她始终低调,从未认爱过苹果,前晚直击她与一名弟兄高挑妹在悉尼医区运顿跟汤餐厅约会,二人互动热络,搂肩勾手样样来。 前晚,苹果家伙爆料,指李盛杰带妹到信义区运顿跟汤餐厅用餐,爆料者还指出,此女,是她交往半年的高挑女友,记者赶赴现场,在餐厅内果然发现李盛杰与一位身材高挑火辣,穿着黑色弟兄装的亮丽女子用餐,席间,二人对做聊天,弟兄妹不时被李盛杰, 李盛杰的幽默言谈,逗得笑人逐开,她也是满面春风,气氛愉快。 浪漫晚餐结束,只见李盛杰脸微泛红,递先行走出餐厅,女方则负责结账,两人往停车长驱车途中,李盛杰轻楼这位弟兄妹,女方也填勾她,最后李盛杰开车再驻弟兄妹到内红民宅,待到深夜十一点半后,李盛杰再驻女方离去,车子驶上, 高速公路。 重餐,已有时刻餐,币酒册超标被移送法办。 李盛杰助理李雪昨回应,李盛杰单身很久了,被拍到的女生是她的好朋友,李盛杰也有很多外国的朋友,楼肩勾手很正常,又没被拍到亲嘴。 至于弟兄妹的身份,李雪仅称对方是李的好朋友,其余不愿多透露,她也再度强调李现在是单身,但不清楚她单身多久了。 对于李一似酒驾,你学业澄清当天李盛杰吃很少没有酒驾问题,这部分她一直以来都很小心。 噢! gener recipro 年轻笑 我自己选一年 总 skills会 你